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密室游戏 Escape Room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玩这种 最近流行的密室逃脱游戏 如果你也享受这种解谜闯关的乐趣 那这部电影可能蛮适合你的 由Adam Robertson 指导 之前他导过的电影是 婴儿房的第四集前传 评价没有太好 演员者有Taylor Russell、Rogan Miller 还有影集夜魔侠的女主角Debra Ann Hall 故事叙述 六个陌生人收到一个密室逃脱游戏的邀请 他们来到了这间公司 为了一万块钱美金的奖金来参与这场游戏 在各项闯关的过程当中 他们要各自面对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 也慢慢的意识到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游戏 如果你上网查Escape Room 你可能会查到另外一部电影 他名字也很像叫做密室逃脱 因此你可以了解这种类型的电影是还蛮常见的 不是什么新鲜事 六个角色被关在一起 要同心协力又要互相猜忌的解开谜题 才能逃脱升天 而这部密室游戏老实说他还蛮有特色的 而这个特色也可能让很多的人讨厌这部电影 就是他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辅导级的定位当中 没有太多的血腥 没有太多的尸体 也没有太残忍 吓人 恐怖的虐杀机关 取而代之的就只是一些危险致命的游戏设计 这点就喜欢的人喜欢 不喜欢的人不喜欢啰 整部电影的节奏在前半段是还蛮有悬念 而且挺顺畅的 你会猜这场密室逃脱他要怎么开始 然后有什么样的内容在等着迎接这些人 而这六个主角又是怎么被挑选进来的 总共有六个充满特色的关卡 没有求救的机会 也没有人在荧幕的后面会跟你讲解这个游戏规则 主角们要自己找到每一关的谜题还有解谜的方式 我们在观看的时候会有和主角们一起在玩这个游戏的感觉 密室游戏里面紧张的程度比较平淡的 我觉得这六个角色他人物的塑造 还有彼此之间的关系 没有发挥到最大的化学效应 可能是角色设定的关系 每个人物都显得比较自我中心 我行我素 你不太能够对这群人物有投射的感觉 在一开始他们刚刚聚在一起的时候 老实说还让我蛮烦躁的 当有角色离开的时候 那个戏剧的张力没有很足够 就有点好像只是看着六个小老鼠在做这个实验一样 这些人物身上的故事 不太会牵起我们观众的情绪起伏 这部电影有个很精彩的地方 就是每个关卡的设计 不再是夺魂剧里面那种肮脏狭小的房间 也不是《易次元杀镇》里面那种单调无趣的空间 六个关卡有各自不同的玩法之外 算是很用心然后很华丽的造型 而且充满细节的设计 配合顺畅的叙事节奏 一直到中段我都还蛮享受这部电影的 只是到了中后段 大概他们发现了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的共通点之后 原本应该是要走向真相大白的阶段 就开始很安全很中规中矩的收线 甚至你可以说是有点草率的 关卡的生存关键也只是运气而已 真的会让我有种关子卖很大 最后却让人空欢喜一场的感觉 尤其是最后的结局真的是 超级超级的简约 会让人觉得 啊啊啊 只有这样而已哦 那些幕后主持者我们想要看到的底牌 好像都不会在这一集当中现身 然后在最后又补上一段 网续集发展的预告 不是不好 而是跟其他优秀的类似电影相比 真的不够力 无论是夺魂剧惊人又意外的翻转剧情 或是《易吃人杀阵》结局给我们的绝望高潮 相比之下 密室游戏都在辅导集的格局当中 显得有点小家子气 总而言之 密室游戏的重点整理有 这是一部质感水准不错的密室逃脱金手片 有精心设计很华丽的六个关卡 每个关卡的内容算是有趣 又不会太血腥恐怖 适合给想要看这种类型电影的入门者 于是 如果你是这类型电影的专精型玩家的话 你可能就不太适合这部电影 或者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这只是一部辅导集的电影 无论是在血腥程度 或者是剧情上面都是 如果你看过《夺魂剧》 或者是《易志源杀阵》 然后你很喜欢的话 那这部电影就真的可能不太适合你 特别推荐给廉价在家 找不到理由逃出家门的你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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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